另外疾管署召开专家会议 初步规划放宽喉豆个案的隔离标准 有医疗照护需求才需要住院隔离 如果家中条件合适 原则上可以返家自我照护 不过疾管署还是要跟地方卫生局来开会 讨论详细的配套措施 皮肤科医师更是提醒大家 喉豆的个案在结痂掉落前都具有传染力 和确诊者在近距离两公尺内接触超过三小时 就具有高度传染风险 未来疾家照护政策如果上路 确诊者应该要确实避免跟家人接触 密密麻麻长满水泡 喉豆病毒在社区出现零星个案 疾管署调查有喉豆确诊者最常被隔离37天 需带结痂皮脱落后不具传染力才可出院 有患者表示隔离到崩溃 因此疾管署召开专家会议要调整喉豆隔离政策 一般的生活当中或工作上面的接触 相对的传染风险是极低 又参考了其他国家的一些个案处置 特别都是在家里面可以进行自我照护的这样的模式 专家会议初步规划 喉豆疑似个案 裁剪完可返家等待通知 无需待在医院隔离 未来喉豆确诊者如果住家条件合适 可返家采取自我照护到结痂脱落 经医师评估有医疗照护需求才需住院隔离 不过台湾皮肤科医学会发言人黄玉慧提醒 喉豆患者在结痂期仍有传染风险 也就是说和喉豆确诊者距离两公尺以内 接触超过三个小时就有高度风险 要等到这个新的皮都长出来之后呢 才能是确定没有传染力 如果居家的环境不适合 比如说家里有很多人 必须要供餐 供用浴室 那还是可以来医院隔离 实施日期还要再跟卫生局讨论之后 整体的配套都演你完成之后 才会公布来进行 喉豆会借由接触和飞沫传染 未来确诊者在家中自我照护 如何避免传染给同住家人 以及是否监测确诊者行踪 该如何监测 相关防疫措施还有待规划 机关署将会同地方卫生局开会 讨论详细配套后 才会进一步调整隔离措施 记者杨强云胡伟伦台北采访报道